大家猜不猜到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瘦包来的 没有馅馅的瘦包 有一天我去饮 这个瘦包最后都是丢的 我就拿回来 拿回来怎么做呢 就这样吃就好像没有味 我看到冰箱有些粟米 生的木耳和洋葱 然后看到有些腩角 羊羊要少少 就把它切碎了 有两块芝士 把它切好之后 这个是腩角 这些粟米 你们可以把它炒一下 不过我没有炒到 就这样洗干净 清干水 我就备用了 现在我拿个瘦包出来 瘦包因为站不稳 而且很厚 我会把底部切薄些 切薄些 有好处的就是 我里面的配料 在焗的时候容易熟些 而且包也稳定些 切好之后 我把豆豉酱 一匙一匙 就塗在包里面 炒完之后 我将所有配料 放入包里面 芝士放少部分 放入烤炉 大概是烤20-25分钟 用100度的火烤 慢慢烤 因为这样才 才会更熟 如果你炒过的 就可以烤15分钟 烤15分钟 就可以了 猛火烤15分钟 烤15分钟 现在烤好了 样子都不错 挺漂亮的 还很好吃 我觉得 这个做法 既是环保 又不浪费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是 看样子 人家说 怎样好吃 但当时 我已经有的心思 就是 我会 将它 另一种做法 如何吃法 因为我平时 去吃披萨 我喜欢 叫厚批 这个 真的 合了我的心思 它表面 脆 里面 包里面 就很软熟 很好吃 大家 不妨 试一下 如果 不适合 售包 不要紧 有时 买到馒头 也可以 这样做 因为馒头 我也试过 这样吃 大家不妨试一下 拜拜 再见 再见 拜拜